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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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化里面种种关于伊索的故事传说 再看一下近年发现出来的新的资料 你就会发现 我上回说的那个并不是我凭空瞎说 整个伊索它一辈子的故事 加上伊索预言里面所谈的东西 当年的希腊老百姓 尤其是底层老百姓之所以那么喜欢 原因就是因为伊索的故事 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那么但是说到这儿马上会面对一个矛盾 什么矛盾呢 就是伊索的故事不只是在平民大众之中受欢迎 连在上层社会 世自的人里面也都很喜欢 你比如说我上次说的 那个伊索的一生那样的一个文献 它就有过拉丁文版本 应该在 罗马帝国时期呢 罗马人也很爱看它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想想看 当年懂字的人看得懂字的人他不是一般的奴隶 他都是公民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你想想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一个奴隶出身的人 凭着自己的智慧戏弄自己的老板主人 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翻身的故事 换说今天呢就能够拍成个喜剧片了 那么这样的故事 为什么那些自己家里头就养了一大堆家奴的 主人阶级的人 贵族阶级的人 也都爱看 也就是说为什么当官的 有权有势的 有家底的人喜欢看穷人家翻身的故事 这是什么理由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解释 这是因为在古代 无论希腊也好 罗马也好 虽然说很多人 尤其在罗马帝国那种时候 虽然说很多人 他自己养奴隶 自己是个贵族 可是别忘了 在那样的一个层级分明 一层层的社会里面 你是贵族吧 有比你大的贵族 你是领导吧 有比你大的领导 你是官吗 有比你高的官 你底下有一帮下人 有帮属下听你使唤 你当成他们是家奴 但你在更高的领导面前 你也是家奴啊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官员 觉得自己也是弱势群体的理由 那你身为弱势群体 你就很能够认同 弱势群体之罪 依索他自己凭着智慧 摆脱奴隶状态的故事 你说是不是 说到这儿 我们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 这是同样的一个文献 一个文本 其实我们读它的时候 会有完全不同的读法 你是什么时代的背景 你是什么时代的社会阶层 你读到的东西 可能跟其他时候的背景的人 其他社会阶级的人 就读到完全不同的讯息跟内容 我们今天读到的一所预言 跟古代的人接触它 恐怕读出来的就是两回事了 说到这儿 我们就必须说到 我拿的这本一所预言 它的翻译者周作仁先生 里面提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虽然他翻译这本书 但是他认为里面讲的很多的故事 他那些教训不合时宜 他认为这些故事教训呢 好像是有种奴隶的道德 同样的 在现代社会 除了周作仁之外 西方也好 我们中国也好 像钱宗书先生 他们很多人对这本故事集都有意见 觉得他里面好像鼓吹很多一种 你做奴隶 你就好好听话 有点这么意思 你仔细看 的确是有啊 比如说我等一下给大家念两个故事 你就会发现 我们一般一看就会觉得很惊讶 梁文道 你刚才不是说这本书让奴隶看得很解气 一所一生的故事让奴隶看得很高兴吗 那为什么他的故事里面又总是叫大家要服从 要顺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两个故事 我给大家念的第一个故事呢 叫腹蛇与水蛇 腹蛇走到一处水泉去喝水 但是住在那的水蛇要阻碍他 因为他有了自己的领地还不够 却要跑到他的家里来 所以生了气 梁静真心啊 总是那么强烈的 所以他们约定交战 对于圣针的人 把这水路领地都归了他 他们的日期决定了的时候 那些哈玛因为怨恨水蛇 跑来找腹蛇 很激励他 并且应运给他助战 战事开始了 腹蛇向那水蛇进攻 可是那些瞎么不能做什么事 只是大声叫唤 腹蛇打胜了之后 他责备哈玛们 答应了给他助战 不但不来帮助 反而唱起歌来了 他们对他说 啊 朋友 你知道我们的助战 本不是用手 却只是用那声音的呀 这还有第二个故事呢 这第二个故事呢 叫做狼与小羊 狼看见一只小羊 在河里喝水 他想用了什么巧妙的口识 把他吃了 因此他站在上游 责备小羊 说他把河水弄混了 不让他喝水 小羊回答说 他是紧靠在河边喝着 而且站在下游 也不能把上面的水弄混了 狼得不到这个口识 便又说道 但是你去年骂过我的父亲了 小羊说 那时他还没有生呢 狼对他说道 好 即使你辩解得很好 反正我是不能放过你 这个故事说明 对于那些预定 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 震荡的辩解 也毫无效力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两个故事 他们的寓意其实都非常清晰 而且非常接近 我不妨再加另一个寓言故事进去 串起来解释一下 这个寓言故事呢 就不是来自伊索了 而是来自另一个 可能比伊索年纪更前 更早的一个希腊大诗人 赫西俄德 他的一本名著 工作与时日 工作与时日里面 有这么一则动物寓言 大概是现在我们所知道 陈文的被文字记载的 最早的希腊人写的动物语言 他讲的东西很简单 讲的是什么呢 就说老鹰来了 一把把这个夜鹰 那个唱歌很漂亮的鸟 抓住了 抓住了之后 这个夜鹰就哀鸣嘛 就开始唱歌 仿佛在唱他生前最后一首歌 希望能够打动老鹰 把他放了 这个老鹰一边紧紧绝住他 一边带着他飞 就说你看 我比你强壮多少 你看 我比你快速多少 你哪斗得过我 在我面前 你唱再多歌都没有用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赫西俄德这个音与夜音的预言 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 蟒蛇或者腹蛇与水蛇的预言 以及这个狼与羊群的预言 这三则预言加起来 它背后的意思就是 你身为弱者 你就无法反抗 你最好就认命 你就跟强者讲道理 讲到最后 就像那些羊一样 你讲赢了 狼还是把你吃掉 你不讲道理 像夜鹰这样子 对老鹰动之以情 他一点也不感动 要不然呢 我们可以这么看 你无论用言语表达任何的话也好 在强大的力量跟暴力面前 像这个蟒蛇对着那一群青蛙 你在旁边再怎么唱 再怎么叫 那都是耳边风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么看来 果然一所预言也好 古希腊很多动物预言也好 他讲的这个教训 果然是叫大家 面对暴力 面对强权 面对专制 你就别反抗了 这果然是奴隶的道德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要想想看 在希腊人那个年代啊 他们听动物预言的时候 到底想听到的教训是什么 我们今天读一所预言 读任何预言故事 我们都以为它里面的意义 是很直接的 是直接那个预言里面 讲什么故事 我们就好像得到什么教训 然而并非如此 有时候你读预言的方法 可能是要有点颠覆性的 怎么个颠覆法呢 首先我们就拿雅典当例子 雅典时代 很多人对希腊预言的看法 可能跟我们正好是相反的 先从亚里士多德讲起 亚里士多德呢 在他的一部文章里面 或者一部著作里面 叫论动物的部分 里面就说过 如果有任何人觉得 研究动物不重要的话 那你就回头看看人体自己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人跟动物跟禽兽 本来是很接近的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人之异于禽兽者己兮 同样的 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看 所以我们知道 他后来很多关于 人的基本的核心的经典定义 比如说 人是理性的动物 这句话 有什么意思呢 首先 他说的是 人毫无疑问 也是一种动物 但是人跟一般动物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就不一样一点 你有理性 有理性 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系统 推论下去呢 你就会多出来一些别的东西了 比如说人开始有政治活动 有社会活动 所以他要说什么呢 人是政治的动物 而我们有理性 进入到有政治 这个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呢 这个政治 他讲的恰恰就不是强权 可以毫不讲理的压迫 没有权力的人 不是用暴力去征服一切 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也好 他的老斯伯拉图也好 念之在之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 是个正义的城邦政治 一个城邦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谈得上是正义呢 这个东西 必须要大家用理性来思考 用理性来讨论跟辩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追求的 就不能够是赤裸裸的暴力 而是要以礼服人 以情动人 所以在那个年代 亚里士多德讲的这番话 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创建 他甚至很可能是整个雅典 甚至其他希腊城邦的人 共有的想法 人的确跟动物相似 但人跟动物到底不一样 好 我们回头看看 一所预言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讲的这些动物 他跟人好像很相似 因为他们居然也会说话 但是他们跟人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就在一所预言里面的 这些动物 你用这个言语 你说再多的道理 讲再多的哀求感情 都没有用 拥有暴力 拥有力量的人 就要把你弱小的人 无情地压碎碾压 但是那是动物 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古希腊人 在读到一所预言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 可能是相反的 在读到刚才 我说的那些预言故事的时候 他们读到的教训 并不是我们人类 也就像这些动物一样 你我是小燕鹰 遇到老鹰来抓我 我就认命吧 不 那是动物 人不能这样 人要怎么样 人要讲理性 从理性开始 我们讲公正 讲正义 这个才叫做 人是理性的动物 之所以 人又是政治的动物 我信不 эти动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理想制频道上线至今 已经一个多月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各位觉得还行的话 何不干脆订阅我们这个制频道呢 成为看理想制频道的订户之后 你不只会比别人更快的 看到我们三档节目上线的情况 抢先一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你也会比别人更快 更齐全的了解到我们的节目的制作 他的幕后种种以及各种各样的花絮 有时候呢 我们三个人 陈丹青 马世光 还有我两道 我们还会针对最近发生的 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世界局势的事情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说法 也都会专门给我们制频道的订户观看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更亲密地跟我们互动 不只是线上的互动 而且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 在这些线下活动里面 我们看理想制频道的订户 会优先可以有机会报名参加 那么大家互相认识 互相聊天 互相了解 如果你们对于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书 音乐 画册 甚至是一些主持人 他身上用的东西 穿的东西感兴趣的话 说不定也能够透过我们看理想制频道 找到一个很方便 很合理的一个订购方式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干脆今天开始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登陆优酷土豆 直接搜索看理想 接下来你可以点击播放窗下方的订阅按钮 又或者直接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 这样子都可以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关注一千零一页 我是梁文道 关注局部 我是陈丹青 关注听说 我是马世芳 2012年 我们依旧渺小 小道必须宏观 鞋子杆的原谅 优酷土豆